好 其实呢 很多的3C迷都在关注台北国际电脑展今天是正式开幕了 开机只要23秒 最薄的笔电都很吸睛 不过今天我们独家为您掌握到的是在华硕 推特上面呢 他发表一张showgirl的美臀罩 来形容他们自己最新的产品就跟这个女生的臀部一样美 有外国的网友就大骂 这是性别歧视 逼得华硕立刻删文道歉 穿着新娘的辣妹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中再歌再舞吸引全场目光 而华硕也打出另一个吸睛力气 在网路上po出一张自家模特儿秀产品的美臀罩 并在内文中写出 这女生的臀部非常好看 变形金刚也是一样 没想到却被网友批评 把showgirl美臀拿来跟产品相比 根本就是性别歧视 每个人观点都不同 但是我希望都可以以正面的观点去看 不要就是一昧的就是看到负面的那一层面 以创意角度来看我不觉得 如果是说从人权角度来或许是 但是重点是它达到产品的一个速度效果 虽然在电脑展中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华硕也紧急出来道歉 不过展场的焦点仍然在这台双萤幕太极笔电 最特别的就是可以满足两人同时使用的酷炫功能 另外维新也推出27寸大萤幕的AIO 除了萤幕大之外 十点触控更是全场吸睛的焦点 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同时可以有十个人一起 在这台O1 PC上面玩游戏 在功能性方面 红机也推出了超薄笔电 厚度只有12厘米 比一元硬币还要薄 还有维新推出的超级电脑 CPU比一般电脑快8倍 开机也只需要23秒 电脑展中厂商比库比炫 更要比看看谁家的实用性最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